是这个意思 来 谁要问问题 能够完整地介绍一下你的项目吗 因为如果你要是找销售方面的能力的工作的话 我认为你的沟通能力你需要展现一下 考他一个问题 考他一个问题 作为火星时代教育的招生顾问 向向你咨询的爱玲 来推荐火星时代的影视剪辑与包装设计的课程 这种学习的课程是托产学习六个月 学费是两万一千九 然后这个价格在行业中是中等水平 中等水平 毕业之后可能去到的地方 有影视公司综艺节目制作公司和视频网站 都可能会要人 比如说像雨冬那儿就会要这样的人 好不好 你好呀 我妹妹对这个影视剪辑特别感兴趣 想来咨询一下你们的这个课程 OK 我觉得像您长这么漂亮 我觉得我妹妹想来是 您妹妹一定也一定长相也非常好 所以说我觉得 嗨 嗨 完了你女朋友再下个坐下 对 顾及一下女朋友的感受吧 不是这个 因为影视嘛对吧 所以说一定是要 为什么你说话吞吞吐吐 我有点紧张 来你上来 来来来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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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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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为什么要上来 她会更紧张的 这是一个更大的坑 对对对 不是这样 面对面销售嘛 对不对 你是你妹妹要咨询是吧 对 帮我妹妹咨询一下 妹妹上来 来 妹妹 妹妹来来 妹妹 你是她妹妹啊 不要穿越你的角色 对 我不要关心我妹妹的这个就业情况 牵着姐姐的手嘛 她如果来上完你这个课程 你如何给她保证说就一定能够找到这工作 首先我们的 不准看着妹妹看着她 我输钱呢 行 妹妹长得很好看 我觉得 对 光漂亮 光漂亮没有用 所以我想来学点真本事 是 是 我们这边的老师都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说我相信他们有这个实力 能让您的妹妹 有一个在这个素质上 有一个很好的提升 再一个是跟我们合作的签约的公司有很多 所以说 比如说 您妹妹如果没有一定要去的一些企业 我们可以帮忙推荐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还没谈价格呢 那个价位呢 虽然我们的这个知名度在行业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 就是比较中等 我觉得也比较平易近人 多少钱 两万一千九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有点贵 隔壁只要一万八就能做 就能做完这个培训 也是给我保证说 可以帮我推荐工作 你也知道我们在行业是比较领先的 别人家肯定他会有一些 他们又是比如说价格或者什么 但是他们交出来的不一定有我家好 当然我不想去诋毁我们竞争对手 我只是说不一定 而且我们的资源也在这儿了 我相信我们能给他推荐的所有的这个公司 也是最适合的公司 好 来 双方站在一起 三个人都站在一起 来 站一起 我是变成电灯泡了 不是 你就当电灯泡嘛 来 站过去 来 作为咨询的人员 你说一下他销售能力怎么 他有一个优点 其实作为销售来说是 他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气质 这种真诚其实是 再加上一些技巧性的培训 是有可能能够打动到 不是 我觉得这个销售挺被动的 我也是 不是很主动的销售 一直是艾琳在问问题 所以你总是在那接招的 我问一下妹妹 你刚才作为一个旁观者 你刚才说你的男朋友 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人 但是在今天在场上 她好像有点不自然 你觉得有因为你 又因为美女客户的原因吗 紧张 我觉得没有 没有 她记住了一个产品特性 还挺好的 她说我们的这个价格 在行业当中是中等水平 但是整体表现 并没有你女朋友说的那么好 对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销售表现挺一般的 就是完全没经验 对 你现在目前就是学历比较好 毕竟是211大学 对吧 然后有过那么一段 简短的工作经历 然后你形象特别好 对 然后容易给人信任感 也就是说 其实你是素质好 但是特质还没显现 缺乏一些专业的培训 谢谢两位 来 休息吧 演女的表现 让你看得出来 她的基础的教育 是足够的 素养很好 也有过一些 在海外生活的经验 开拓的视野 你太想到 她把这个女朋友 带到现场 其实应该想到 这个会影响她的发挥的 好 第二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三盏灯 来 我们来看